戈壁荒漠当中 只见每一道黄芒落地之后 就吹气球般的飞快的膨胀 一阵的模糊变形之后 化为一个金黄色大汉的模样 这些个大汉和常人差不多大小 皮肤呈现金黄色 上面隐隐有金色的光晕 流转不定 缠绕黄金 手持各种武器 什么刀枪棍棒 辅月勾叉 糖管朔棒 边捡锤抓 和传闻中的黄金历史啊 非常相似 他们虽然和常人看起了一样 不过身上并无丝毫活物的气息 脸上呢 表情呆板 仿佛是傀儡 不到一会儿的功夫啊 周围就出现了近千人的规模 把韩丽是围在档中间 团团包围 这突如一幕 这时让韩丽位置一正 这些黄金历史身形灵活之极 手持各种兵器 如刀枪剑斧等 刚刚一落地啊 有的双腿一蹦跳起多高嘞 仿佛一只只黄色大鸟在半空中滑行 有的则撒足狂奔起来 引得大地传出震耳欲聋的嗡鸣之声 刹那之间呢 密密麻麻的历史大军从四面八方朝着韩丽扑来 遮天蔽日 声势害人 韩丽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从容不迫地四下扫视了一眼 下一刻 一名黄金历史当先杀至韩丽的周身 手中一柄长枪刺下 幻化出道道枪影 发出刺耳的尖笑 笼罩住韩丽的大半个身体 韩丽的眉梢一动 视那些羌影如无物 不退反进 单手目地探出 闪电般地抓住了长枪 一股汹涌大力沿着手臂涌来 让韩丽的身体不禁微微一晃 虽然瞬间就稳住了 但是眼中仍闪过一丝惊涩 这些黄金历史的力量 着实惊人啊 四量之间 韩丽抓住长枪的手臂往后一拉 顿时把那名黄金历史拉扯的一个亮枪 另一只手握拳轰出 持枪历史手中的长枪脱手 整个人被击得倒舍而出 狠狠砸进了后面的人群当中 一连串啊 把数十名黄金历史 叮咕咕咕咕咕咕 撞飞 才停了下来 结果这持枪历史一个翻身 蹦就站起来了 胸前一个清晰可见的拳影 凹陷了一片 她的动作虽然比刚刚迟钝了几分 不过仍和其余的历史一起 继续朝着韩丽冲来 韩丽把手中长枪往身后随后的制出 把数名历史震飞 回手是目睹此景 瞳孔微微一缩 刚才那一拳 我足足动用了五成力量 一座山峰也该打碎了 竟然没能杀死一名黄金历史 这个时候啊 周围的黄金历史已经蜂拥而至 韩丽冷横一声脚步一踏 身躯连带着一串残影 腾转挪移起来 同时双手握拳一抖 抖然变得模糊起来 密密麻麻的拳影浮现而出 朝着四面八方轰击而去 顿时砰砰之声大作 黄金历史顿时被一一击飞出去 胸前呢都浮出了一个深深的拳印 和后面的历史撞击到一块 顿时砸倒了一片 原本气势汹汹的惊人攻势 未知一缓 那些被击飞的历史倒地之后 一个翻身再次纷纷站了起来 韩丽的目光一冷身形一晃 鬼魅般地出现在一个刚刚被击飞的黄金历史的身前 毫不犹豫一拳击在了他胸口拳印的位置 就听到咔嚓 黄金历史身体一颤 体表浮现出一道道裂纹 并从中射出一道道黄光 接着身体啪 轰然裂开 化作漫天黄雾飘散 韩丽神色一缓 这些黄金傀儡虽然身躯坚硬 不过也并非打不死的 周围的黄金历史再次如潮水般蜂拥而至 韩丽清晰一口气 胸腹蓝光一闪 浮现出六个光点 身躯猛然长大的一圈 然后身体左右一晃 幻化出几个模糊的身影 这时候就听到 砰砰砰砰 七八巨飞扑过来的黄金历史身体倒飞而出 然后直接爆裂而开 韩丽两手五成一成飓风 所过之处一道道全影 是密密麻麻的浮现而出 一连串的巨响伴随着空气的轰鸣声大作 他深周十几帐内 所有的历史尽数击飞出去 身体纷纷的碎裂开来 化为一盆盆的黄雾 这些历史哪怕肉身再强悍在小北斗星园宫的力量加持下 也根本不在话下 仙界 一片广大无垫的漆黑海域 海面上阴风呼啸 黑雾弥漫 不断卷起一道道十数丈高的滔天巨浪 海域中黑雾最为浓郁之处 有一座巨大的黑色城池四平八稳的悬浮器上 此城高于百丈 方圆足有百里之广 正北门之上 捐刻着三个谷体大字 黑水城 城池的外围城郭呢 以巨型黑色方石 累气 偶尔在阳光照耀下会折射出水晶般的光泽 在轮廓之内 却宛如寻常世俗 既有河流田青 植被林木 亦有街道纵横 视似遍布 其中也能看到许许多多的行人 来来往往 川流不息 城内并非是一马平川 越是靠近巨城的中心处 地势就越高 建筑分布呢 就越紧密 宫殿楼阁 也就是越宏伟 在整个巨城地势最高处 则还有一座小型内城 被一条黑色河流 与外围其他建筑隔开一道明显的分界线 内城之中既有精致玲珑的亭台楼阁 又有清幽秀丽的池管水廊 其中 还建或分布着一座座假山和一处处花园 中心位置是一片广阔的平台 台上微然耸立着一座三层高的重颜阁楼 通体木质 珠红斗拱交错 琉璃黄瓦盖顶 尚有龙凤雕塑 盘踞十分的精致滑美 阁内最高一层 四周窗户皆是大开 四下望去 视野极为广阔 不但把内城的风景尽收眼底 就连巨城之外大片的黑色的海域也能一览无遗 楼阁之中设施十分简单 只在正中处设有一张方形暗基 暗基两侧则各摆着一个圆形的丝制铺团 暗基之上 一只暗红色的紫童明寿香炉当中 正有鸟鸟的青眼缓缓冒出 香气溢满整个房间 右侧铺团上 一个头戴莲花紫罐 虚发灰白的销售老者 盘袭而坐 其正捧着一只精美的茶盏 细细地品味着 茶盏之中 茶水颜色碧绿 游胜翡翠 其香气闻之浅淡 尚不如炉中檀香之味 但入口之后 口感却极为细腻 灵气浓郁 令人回味无穷啊 销售老者缓缓放下手中的茶盏 由衷赞叹 午宴倒有着黑水灵茶 果然名不虚传啊 对面 一名面色蜡黄 形容枯搞的宽额男子 淡然开口 销售道友谬赞了 若是喜欢 尽可多带些回去 之前因下界宗门之爱 我与严兄之间很少走动 日后还是应当多多合作 共谋发展才是啊 嗯 此番若能拿下此人 说不得还要通力合作 一起挖住其身上可能藏有的秘密了 说起来 此人究竟是何身份 严兄可曾探查出一二 上次你联系我后 我就已经通过一些渠道打探过了 没有得到半点有用的消息 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 哎 与你相差不多呀 同样也是摸不清此人底细 十方楼那边 透露的消息十分有限 只知道委托人来头不小 但更具体的 也就不得而知了 越是如此 我对此人身上可能隐藏的秘密 就更感兴趣了 看来 唯有等事后好好拷问一番了 看严兄如此信心十足 想来定是有密赐宝物到门下弟子了吧 难道倒有没有赐下压箱之物吗 古燕散人瞥了消瘦老者一眼 后者毫不在意笑了笑 微薄万无一失 自然是有 古燕散人见对方不愿多说 也没有多问 只是随意地说道 我早前机缘巧合下 中了一些冰豆 直到半月前 才成功转化成了盗兵 这次正好当用 就刺了下去 销售老者文言却神色一变 显得十分吃惊 居然是盗兵啊 言道有可真是浮原身后 造化惊人哪 不过是下三品盗兵中的黄金盗兵而已 不值一提 古燕散人挥了灰袖子 摆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眼底深处却不易察觉地闪过一丝自得之色 即使是下三品的盗兵 那也远非其他法宝能够比拟啊 有了此宝 那姓韩的小子纵有三头六臂 还不是首到擒来啊 静明道人虽然这么说 语言中艳羡之意丝毫不简 古燕散人文言笑而不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